妈妈就吃 肯定是应该的 一定要吃一口 一定要吃 吃肯定 别去胖子 谢谢老爸 好 谢谢老爸 跟爸说话很紧张 这会儿还紧张 男人和男人之间说太多的话 感觉就特别紧张 那还得跟女人说吧 跟你旁边心爱的女人说 首先还是谢谢 因为 也陪伴我走过最低谷的时候 她的时候 很重要的时刻 是 重要的考验的时刻 就是那个时刻 对我和她 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因为 因为体操 所以说还给她 跟家里人啊 跟她也要了很多矛盾 是吗 因为 就是 有的时候 虽然 父母 不希望孩子 会少吃东西 不喜欢孩子 他们来了过后 就希望我多吃东西 但是 当我吃完后 我就会 当我练的时候 很辛苦的时候 我就会埋怨父母 对 父母肯定是觉得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家 给你做了一桌的 很丰盛的饭菜 然后你还吃得很少 他们就觉得 是吧 甚至这种形态吧 但是吃了她又胖 她又得练的时候又很辛苦 这是跟父母之间的矛盾 你们俩之间有什么矛盾 主要是我还说 主要的矛盾 还是我画一段 我还当时 你还得说他们 对 父母有点不理解 现在理解 是我当时不理解 哎呀 都在做自我批评 对 自我批评多一点 那你们俩呢 我们俩 也是 因为她希望我多陪她一点 这点应该是 因为我们都还年轻 是 谈恋爱的阶段 当然喜欢多在一起的时间 我就 但我在这 因为体操奥运会 我肯定就要牺牲很多时间在这里 嗯 因为这样是 还是闹了一些矛盾 那后面她慢慢就理解 慢慢理解了 她慢慢适应了 慢慢就适应了 是吗 还行吧 好 接下来咱们进入微博和微信的这个环节 先来看微博 有一位网友说 小咪你真的很棒 成功未免了 你是中国体操的第一人 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先问一下小咪是你的 是我的 就是到国家队到现在的主管教练 也取得一个外号 为什么 叫小咪 眼睛度数还是不小 有个六百近视 下一个目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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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块的东西还是适应规则 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 比上一个问题还难回答 拿到第五块奥运金牌时 你在微博上说可以向儿子女儿吹牛了 什么时候打算结婚 结婚 都已经想到儿子女儿了 那肯定就已经想到婚姻大事了 对 一直肯定是想想机会 但是我们两个需要一点冲动 需要一点冲动 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这种机会 是吧 对 需要一点机会 机遇 其实我得感谢这位网友 等于是为父母问了这个问题 其实您是不是也心里有点着急 不着急 那两个都很年轻 现在还是要先得书为主 好 那么今天呢 你的全部的奥运会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 这次对你来说又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奥运会 不仅在伦敦展示了你的 能量 而且呢 你应该感到高兴的是父母又一次来到了现场来看你的比赛 08年的时候他们是偷偷的去的 没敢告诉你 这一次呢 嗯 告诉你了 你依然能够有很好的发挥 所以我建议呢 你们全家在这个现场拍一张伦敦的全家服务 好不好 那个请邹凯跟周杰你们起立 站在这个沙发后面 嗯 嗯 好 走 走 来 看好 一 二 三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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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